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上次说到四大百货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多项福利 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就算在很多年之后 一些公司的老的营业员 说回当时的情景的时候都满怀眷戀 百货业 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的服务业 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就不同于传统商铺的店员 他们必须掌握新的知识 达到新的服务标准 因此 对职工的培训就变得不可或缺 早在创办广州线司的时候 马应标就发现 内地的职员的教育程度就比较低 线司公司经营多数都是在外国进口的环球百货 而顾客 又是以社会上层人士 和外国的僑民为主 职员不懂得说英文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因此 马应标就在公司内部 搞了一个英文补习班 要求店员能够准确地说出商品的名字 性能特点 和一般的买卖的对话 同时 因为有些职员打算盘比较慢 又容易出错 所以 又搞了一个诸算补习班 1918年上海先师开业的时候 由于上海的方言是胡语 即是上海话 但是当时的员工基本都是来自香港 广州这一边 为了尽快让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 马应标就在上海请了两个方言教师 对职员进行培训 那借鉴先师的做法 永安 新生 大新 也搞了补习夜校 一些补习班 对那些员工进行培训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作为公司 也兼顾自己的企业文化 组建一些体育队 歌语队 武术队 甚至连话剧都做了 因为这样 四大公司打造了一批现代化的从业者 而这帮从业者 在当时来说 很有广告效应 想当年 传统的中国商人 向来都是缺乏广告的宣传意识 也不注重自己企业的形象 只是相信 走香不怕行指申这句话 他们认为卖的东西质量得 那些顾客就会走来买 长期以来 就用这样的思想去安慰自己 那四大百货公司做到这么大 在营销方面又和国际接轨 那以前那套旧的东西 当然要颠覆它 那就讲到广告这件事 四大百货公司的广告的花样 不知多少 甚至乎 还体现在招聘女营业园上 马应标的夫人霍庆 打破陈规漏族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的营业园 在当时来说 真的很轰动 上海先师开业之后 由广东招聘来的一些女的营业园 就更加成为一种流动的活广告 吸引了很大量的顾客 那跟着呢 永安公司也都开始招了一些女的营业园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当属康克令小姐 等等 康克令小姐 去看看 干嘛 什么康克令小姐 那你就真是蜃 öğ 不 wen 没错 康克令呢 是一种小剑方的 Sep Bear blind 通常的 приз 差过 赛和西飞丽这种老牌子 永安公司就觉得康克令金笔的价钱比较低 利润空间大 所以就直接买断了他的独家经销权 开始尊贵大力地去推销 那永安公司的促销手段之一 就是请那些年轻的漂亮的上海小姐去做营业员 就是我们所说的sell 那康克令小姐由此就声名着起 那很多那些年轻人就为了一睹康克令小姐的慌容 专门来到永安公司 跟那些康克令小姐搭散聊天 跟着买笔 听说上海南市有一家商行的一个少爷仔 他很想坐一个康克令小姐 天天去这个永安公司就买一支金笔 打算博取对方的方心 你不要笑 现在也可能还有这些人 那四大百货公司的女营业员 除了吸引男性顾客之外 也都以现代职业女性的装扮和风支 令到上海很多年轻人一个二个都模仿他们 三十年代的上海 报刊 广播电台等的现代传媒陆陆续续出现 那四大百货公司作为潮流的引领者 不单止充分利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刊进行广告推广 而且还自办杂志 直接主导这个传媒运营 而新生公司自己还搞了电台 这些先前我已经说过了 永安公司开业之前 连续十四天在报纸上发布开幕预告 以求先声夺人 开幕之后 又登了很多的促销广告 不间断地进行舆论轟炸 线司公司除了不断地刊登一些商业广告 对线司乐园的宣传也不为余力 但凡有什么新东西出 新剧目要上演 都通过申报广而告知 这样做就更加直接有效地推广了公司的品牌 树立了企业的形象 而永安公司还出了自己的月刊 就叫做永安月刊 这份月刊除了登一些商品广告 介绍世界消费趋势 引领国内消费潮流之外 凡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生活常识 散文小品 图片摄影 有些兼收并促 另外 或者吸引一些女性的读者 还开辟了厌情小说连载 美容美法技巧等等 这些专栏 对于CNC 永安两大公司 狂轰蓝炸式的 纸质媒体广告的公势 新鲜公司也独辟溪净 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广播电台 这家电台 就设在新都饭店六楼的中间 搞了一间玻璃屋 而播音的设备 全部都是美国进口 那些顾客 通过玻璃 就可以看到直播室里面的东西 播音园 演唱明星的一举一动 也都一览无遗 因此 这家屋就叫做玻璃电台 这个电台的供率 在当时也算是大 上海的近郊 比较南长 昆山 乡镇 都能听得到 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 电台除了用普通话 和上海话播音之外 还有粤语节目 吸引很多旅居上海的广东人 听说 在1949年5月25日 上海解放的时候 玻璃电台最早向全市人民 报道了这个重要的消息 并且播放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歌曲 商业繁荣营营销的手段 随其求新 令到四大百货公司 就成为国际新技术的 积极引进者 使用者 和推广者 而且这四间公司 首先 在外场那时候 就搞了一些危红灯 成为了夜上海的标志性的景观 危红灯这件事 除了令到上海的夜晚光如白皱 还有那些设计新铃的徐昌 就令到上海的街道更加亮丽 在当时 传统的中国商店 卖的商品是比较单一 看上去除了一件招牌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徐昌的出现 是四家百货公司的功劳 尤其是大新公司 开业最迟 它对徐昌的设计 尤为重视 在开张之前 他们请了一个美国的设计师 做顾问 在一楼的外场那时候 就搞了十八面的玻璃锤窗 开业之后 又专门设立广告陈列布 有一些有美术经验的专业人员 担任设计 绘图 布置等的工作 使得锤窗 就成为上海的一道 引人注足的风景 商业竞争 营销手段的竞争 最终导致新产品 新技术的前沿竞争 现在我们还在用的光管 是什么时候引入来中国的呢 是在1941年 光管这件事是美国人发明的 当时美国商行 叫做神昌阳行 是中华区的一个总代理 原先 神昌阳行 就已经和新生公司 谈好了 那个装用权的了 怎么知道呢 后来就被永安公司 抢了去 不单只是率先使用 还签了销售合同 所以永安公司 是中国最早使用光管的 同样在1941年的时候 神昌阳行 把冷气机就介绍到中国 这一群新生公司就当人不让了 成了中国第一家安装冷气设备的白货公司 大新公司就作为南京路的后来者 在引进新技术方面呢 他是不甘后人 前面的三间公司就装了升降电梯 而大新公司呢 首先就独家引进了电动扶梯 那这只电动扶梯的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就是奥迪斯 奥迪斯我听过 听过 那装了这个电动扶梯之后 那些顾客呢 就肯定是新奇了 先前我都说过了 个个都走去试一下 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曾经被传统的中国人 视作为典型的现代生活方式 那四大公司向中国人展示的 就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种认知的局限 而且是更加新奇 更加舒适 更加辉煌灿烂的新世界 作为经营环球白货的月籍桥商 四大百货公司难免会受到一些 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非议 说他们贩卖洋货 这顶帽就不能讲笑的 平心而论 如果你说没有月籍商人 没有四大百货公司 看怕什么叫现代化 那些人都搞不清 我又是说回一会儿 在线丝公司开业之后 百货公司确实是代理了很多的国货 什么冠生园 兄弟烟草公司的钻石香烟 国产的金星金笔 这些东西 当时都很畅销 他们除了代理销售的国货之外 线丝公司还自办了一些工厂 用实际的行动 成为振兴工艺的自训者 在1911年的时候 广州线丝公司成立了 先后搞了十家工厂 后来受到内战 工潮这些原因的影响 大多数都停了 只剩下化妆品 业绩比较突出 所以暂时就没收拾 既然化妆品这么卖 当然要找一个安定的地方 继续生产 线丝公司将广州化妆品厂 迁到香港 生产规模就逐步扩大 当时在香港销售的化妆品 多数都是来老货 欧美那边 总之品中很多 什么名牌都有 因为名牌它卖得贵 所以销售的对象 都是上层社会的人 对那些星斗市民 得过望而已 因为这样 线市公司的化妆品厂 就自己出国货 国货出 物美加链 质量又好 市民当然喜欢买 当年有什么牌子呢 金美联 拉云打 只是这两个品牌的头立 听说在印尼那边很暢销 每一年的营业额 差不多十万港币 十万港币 还要一年 你不要跟现在比 现在比就没得比 在当时 这十万元 很厉害了 你看看先前说到的 筹十六万 就可以搞百货公司 你看现在拿十万元 搞个厕所都不行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有这样的销售纪录 已经好价势堂了 到了1922年 先施公司 将化妆品 就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品种就多了 质量更加好了 并且在上海树 就筹办分厂 开拓中国大陆业务 29年的时候 先施化妆品公司 第三厂 就在上海的马其路 那树就建成头产 机器设备很先进 出品更加精致 先施牙膏 虎牌 白蓝箱 等这些拳头产品 就通过分布在 北京 天津 南京 长沙 逢天 以及哈尔滨等地的 分销网络 向全国销行 除了先施化妆品公司之外 上海先施 还筹资十万元港币 在华德路的树 就搞了一间大型的综合加工厂 十万元港币 这间厂占地二十畝 配备车厂 转厂等新式机械 请三百多个员工 只要生产什么呢 勾式火炉 中西家具 儿童玩具 和一些银商铁柜等等 而这些产品 在当时不知多受欢迎 当然了 先施公司的工业成就 虽然比不上百货业 那么显著 但体现了他们提倡国货 振兴工艺的良苦用心 好了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就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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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